一天到晚给你发这些信息的男人 就是疯狂想你了 爱情是甘甜的 而思念却是苦涩的 能陪在彼此身边的两个人是最幸福的 可以看着彼此笑 可以陪着彼此哭 可以在一起打打闹闹 他会捏你的脸蛋 你会主动投入他的怀抱 对于一对爱人来说 最不愿意面对的 最不愿意接受的 也是最让人痛心的 便是不能陪在彼此身边 要被迫异地 不得不忍受思念之苦 思念是会呼吸的痛 会痛到你的内心深处 会痛到让你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 甚至会痛到让你无法呼吸 当女人思念一个男人的时候 会忍不住和他包电话粥 会忍不住不停地给他发消息 恨不得24小时和他保持联系 女人总是会觉得男人根本不想自己 其实男人也想念女人 心里也惦记着女人 当女人不能在自己身边的时候 男人也是特别特别地想他 想他想账 做事都无精打采 常常一个人发呆 睡觉的时候常常辗转反侧 根本睡不着 满脑子都是他的样子 经常有女性朋友咨询我 怎样才知道男人有没有想他 其实男人一天到晚给你发这些信息 就是已经疯狂想你了 总是这样为你在干嘛呢 男人的在干嘛呢 可不是单单为你在干嘛 更不是无聊时随口一句 而是他特别想你 想知道此时此刻的你在忙些什么 他想掌握你的一举一动 他不知道此时的你有没有时间 可以陪他说会话 聊会天 他真的好想和你谈情说爱 你的每一句都能滋润他的心天 让他感觉到很幸福 很美好 不在你的身边 他最大的期盼 就是每天可以和你聊会天 无论他遇到什么事情 都想告诉你 无论他有什么心思 都想和你倾诉 常常会反问你 有没有想我呀 当男人疯狂想你的时候 他可能不会直接说 我想你了 但会试探性的问你 你有没有想他 他在想你的同时 他希望你也在想他 你对他的思念 就是对他最大的安慰 他的心灵就会得到慰藉 当他听到你也想他的那一刻 幸福感瞬间爆棚 心里乐开了花 只有想你的男人 才会在乎你到底有没有想他 而不在乎你的男人 才不会在乎你想不想他 对于不想你的男人来说 你即使不想他 他也无所谓 总想飞到你身边 我想去找你 再多的思念也抵不上见上一面 疯狂想你的男人 心里最大的期待就是早日见到你 能真真切切站在你面前 可以呼吸到彼此的气息 可以触摸到彼此的温度 可以拥抱亲吻 可以一起去玩乐 哪怕只是陪在彼此身边一天 也知足 疯狂想你的男人 一天到晚都会喊着要去找你 不要以为他只是随口说说 再哄你开心 而这是他的心里话 他真想去想你 只不过不知道 你有没有时间想见他 想你想到失眠 我一点睡不着 思念一个人的最高境界 便是辗转反撤 彻底无眠了 当一个男人告诉你 他一点也睡不着的时候 十有八九就是想你想的 对你有太多的思念 白天忙忙叨叨的时候 思念的感觉还不是那么强烈 但一旦到夜深人静的时候 思念之情就会越加强烈 会占据整个人的情绪 所以思念一个人的时候 很容易思念到思眠 无心睡眠满脑子都是对方的样子 一闭上眼睛就呈现出两个人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仿佛都是昨天发生的一样 看着诺大的空间里只有自己 就会莫名的伤感 就更加的睡不着 总结 有爱就会有思念 爱你的人又不能在身边 那么一定会思念 思念一个人虽然心里有时候并不是职位 但能有个可以思念的人 有个人在远方思念自己也是一件幸福的事 男人思念一个女人的时候不一定会说我想你 但她的字里行间也能透露出对你的思念 不要傻傻看不懂